希望我們都能夠好好地使用 這個空間 傑威爾的周董 真的有將來大巨蛋嗎 大巨蛋何時能辦演唱會 各界高度關注 而九號市議會 舉辦大巨蛋宮廷會 周杰倫所創辦的傑威爾音樂代表 面對議長詢問 實在講不出話 就是因為場地租用費用 實在喬不攏 因為你現在看到的 這是手底包 因為它還有草坪的鋪設 你要保護它 那個都是另外的費用 我看這個手底包 只是努力有意願要把 節目放在大巨蛋上面 今天手底包很高 相對的我會把票價提高 相對的話受害的 還是在買票的一些民眾上面 主辦方直接講明 高昂場地租用成本 可能轉嫁民眾購買的票價上投 大巨蛋租用收費標準 原本去年九月中 針對演藝娛樂類 單場抽成上限最高 七百三十五萬元 但遠雄公司今年一月初 直接改為無上限 質疑遠雄可能有超額暴力 但是面對質疑 遠雄代表卻未有正式回應 勘勘各位 勘勘給遠雄一點時間 我想今天討論的主題 我們真的會覺得 還要做一些討論 這不是我在這邊 能夠馬上去做出回應 由於大巨蛋屬BOT案 收費標準需送由 北市府被查 只是這回針對抽成無上限 市府也態度強硬 連續兩年未來七十專 我們是有權來終止 部分或全部的一個合約 這個部分 市府強調不更改抽成條件 將連兩年給低分考基 強迫解約 優勤遠雄飽惡暴力 還可能排擠業者選擇到其他縣市舉辦演唱會 落後許久的演唱會 經濟財 恐怕難以激起直追 三線新聞李文玉 社邦明台北 參謀報道 柯帝國 Shout outいる 各個都市民製造結合 製造結合